花蓮市爱心礼券1月17号即将发放了 而今年包括中低收入户共有1223户受贿 总计发出129万元的爱心礼券 市长魏嘉贤以及代表会主席副主席还有多位代表 14号上午前往佳乐福了解卖场提供的各项过节商品 希望能够满足民众办年货的需求 琳琅满目的年货商品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氛 今年花蓮市公所把过去的爱心年菜转换成爱心礼券 在过年前夕要发送给中低收入户 让他们可以在大卖场自行选购需要的年货快乐过新年 今天要非常谢谢很多对于花蓮市 境内非常多的一个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关心的朋友 在这段期间里面也捐给爱花蓮基金会 跟慈爱基金的一些费用 那我们把这些费用来做相关的一个礼券的采买 那我们也相关的一个采买单位是我们佳乐福 那我们总共准备了1233份的一个礼券数量 那总共129万元 那预计要给我们花蓮市 那每一口是500元的一个礼券 那最多是一户是五口 那我们预计在1月17号来做相关的发放 由理干事来做相关的发放 那原本花蓮市公所是推行爱新年菜 但是爱新年菜有非常多的机关跟单位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我们也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向 让更多的朋友买实用性的东西 让需要的物品可以买到手之外 也可以在过年时候天真一些年节的气氛 市长魏嘉贤与代表会的主席苏美珠推着购物车 带领着副主席李政伟 还有多位的市民代表们一起逛卖场 挑年货 从饼干糖果 春联挂饰 衣物棉被 生鲜鱼肉 水果 还有米 油等民生必需品 应有尽有 民众可以依照各自家庭需求来采买商品 市长魏嘉贤感谢各界的慷慨捐助 让每一份爱心捐款都可以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详情 这里会现象报导